你看到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 我相信那就是正宇 他现在正在天上看着你 他让你为了他微笑 他让你好好保重自己 因为他是那么的爱你 不管他在哪里 他都会懂你的 小云 你在哪里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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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辞职了 失去女儿很痛苦 是应该休息一下 我辞职 不是为了休息 是为了能 马上加入你的时尚网 为了周胜 你都知道了 你当初拒绝我的邀请 是为了周胜 你离家出走 抛弃我的女儿 也是为了周胜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让我怎么开口呢 我也是那天才知道 原来害得你们一家分离的 就是她 你跟周胜 现在还有感情吗 如果之前说一点没有 那是骗人的 毕竟我和她之间 还有一个女儿 她毕竟是小云的亲身父亲 我阻止她们来往 是为了保护小云 可是现在小云生死未博 我对她没有任何情分 剩下的就只有怨和恨 是周胜 逼死了我的丈夫 周胜 逼得你离家出走 抛弃了我的女儿 现在 我的女儿又跟周胜的儿子 周一翔结了婚 他们俩又分道扬镳 你说 你说我跟周胜 怎么有这么大的孽缘呢 我现在只剩下甜妞儿了 可她偏偏不肯原谅我 是我不好 是我自己造的孽 该由我自己来解决 为了帮小云讨回公道 也为了向你和甜心赎罪 我无论如何 都会帮助你 打垮周胜 报复周胜的时刻 到了 我已经打过电话去深圳 还有杭州啊 给那些独立的经营商 他们都说好了 如果我们批量生产的话呢 成本还可以压缩一点 我也给一些过去合作过 关系比较好的电商打过电话 他们也愿意加入我们的时尚网 我这边呢 网站界势和管理都没有问题 我已经和IT部门联络好了 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这边也拟好了一些 刚开业的促销活动还有计划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的时尚网要凸显特色 才能和容易购还有淘淘网 这些已经在群众心目中 打下基础的购物网站 同台竞争 说得不错 要想做出网站的特色啊 我们必须找几家性价比高 销售量最好 最有名的潮店 甚至可以找一些国际上的 知名品牌进驻 一来呢 可以通过他们的影响力 增加我们的客户 二来我们也可以相互补台 利用他们的特点 来加强我们的影响力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郑宛若女士 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时尚网 成为我们网站的专业顾问 我反对啊 你反什么对啊 我想起来了 上次淘淘网的事啊 也是因为阿姨你才反对 你现在又反对什么意思 姐 像宛若阿姨这样能力优秀 又经验丰富的前辈来帮我们 这是我们求知不得的好事 你为什么要反对啊 你们都误会我了 我反对 不是因为她 做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 或者说她能力不够 我主要是觉得吧 现在咱们时尚网刚刚成立 工作量这么大 她现在这种身体状况跟精力 我怕到时候 到 到时候 田妮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我 我没关系你啊 我只是怕她万一在工作期间 你说我们都在工作 她又晕倒了 咱们还得照顾她吗 你关心人家就关心人家嘛 你最怕还硬 阿姨她很关心你的 田妮 我真是为了小云 我才来到这里跟大家并肩作战的 虽然小云不在我身边 可是我看到了你 还有田心 我就觉得 我的女儿 好像都回来了一样 我心里 真是太高兴了 我真心地希望你 能接受我到这里来跟你们一起工作 那个 你这 这是人家高总把你请了的 他都同意了 我能说什么 我在这儿说了也不说了 行了 有反对的吗 那 没人反对了 那就大家都赞成了嘛 好 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是个大家庭了 好 太好了 文若阿姨 我代表大家欢迎你 谢谢你 坐 来 我们讨论一下 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喂 您好 我们是时尚网总部 你要加入我们 好的 我们接 我们接 不让我接 喂 时尚网 你要加入我们 好好好 那您留个电话和姓名 我们会有专人跟您联系的 我来 你好 您要在我们这儿上架 当然没问题了 没问题 回头跟你联络 我 你看 你来了以后就有好兆头 是吧 我想我们时尚网 一定能够打败 荣誉够 先生 您需要点什么 咖啡 谢谢 您稍等 怎么样 你们时尚网筹备得如何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尽管说 这么说 真的是你告诉那些名店跟朝店 让他们来加入我们时尚网 你都知道了 是那些店家不小心说出来的 还有之前帮袁平出主意 叫他逆向思维 解决黑心祸事件的人是你对吧 你为什么要帮助你的对手 我不认为我们是对手啊 同行也不一定就是冤家嘛 良性竞争 反而可以给消费者提供 更多元化的选择 这样一来 可以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提升 对你对我 还有对消费者来讲 都是一件好事 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是你的好意 可是 你是担心高总和宛容阿姨 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反而会以为 我们容易够公报私仇 异香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 公归公私归私嘛 他们上一代的事情 我们不能多说什么 只能尽量去做 你就不要一直看得为难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好不好 除非你看不起我 认为我们容易够 不是你们时尚网的对手 怎么会呢 不会就好啊 那你就尽管全力以赴 我也不会收下留情了 我们一起公平竞争 好吗 异香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等着看我做出一番成绩 我知道你行的 加油 你也是 我还有事叫忙 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 嗯 停 好吃 怎么吃 姐挺 sicher 我的屁股 还别天哪 嗯 给我 揷 她 满 Mix 我家 不在过来 天心 开始吧 时尚网记者发布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会有一段时尚的时装表演 请大家拭目以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们时尚网即将推出的 新一季的流行服饰 感谢在场的厂商给我们的支持 我们时尚网不仅要带给大家 更好 更炫 更时尚的东西 未来一年内 我们还将在各地引爆时尚庞潮 请大家支持我们时尚网 现在有请我们时尚网的高雁高总 以及郑宛若郑顾问 为我们时尚网的成立接牌 为我们时尚网的成立接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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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女士 您之所以离开淘淘网 加入时尚网 请问一下 是不是跟你女儿 前段时间 跟失踪有关的 听说那是您和 荣义购董事长 周胜的私生女 您是不是为了报复周胜 才来和高总合作的呢 别乱说 说什么 什么私生女啊 什么报复 不要乱说 没错 周杰人都不是好人 做人太过分了 就应该受这种报复 田小姐 你之所以这么说 是为你妹妹 甜心打抱不平吗 甜心之前和周胜相分手 周胜相又另取他人 甜心是不是心有不甘 才加入时尚网的呢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周杰人没有一个好人 我们这个时尚网 就是要把他们给打趴下 姐 你别胡说 我没胡说 好 我来说几句 我之所以成立时尚网 一方面呢 是为了国内的消费者 希望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好 更舒适的网络购物环境 所以我聘起了郑女士和甜心小姐 因为他们俩是我们业内的佼佼主 我要用他们的才能 撞到我的时尚网 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了 时尚网是不是针对容易购乱 我在这儿很明确地说 是的 同时我在这里正正地宣布 荣誉购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荣誉购 势在必得 好 好 够了 十三网的记者会顺利结束 感谢大家前来 接下来再次请出我们的模特儿 给发布柜画上圆满的句号 看着高雁搞这么大阵仗 还明显针对荣誉购而来 可见他跟周胜的梁子结得很深啊 说不定以后可以利用一下 喂 陈律师 我上次让你帮我办的过户的事情 办好了没有 还 还没有 可能要再等几天 陈律师 我从那么多家律师行找到你 就是因为我信任 你可别把我这么重要的事情 给办砸了 先这样 我再打电话给你 哥 有什么事情 让秘书过来说不就行了吗 你还自己跑过来一趟 这是这个月的业绩报表 你看一下 自从你担任业务副总之后 不但公司的业绩往下滑 还出现了一波退货潮 被退的货都是上个月订的货 这就代表你上个月做的业绩 全都白做了 你知道吗 哥 你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暗示我说 我在这个业绩上面做手脚 是不是你做了手脚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天地良心的哥 我上个月我天天跟厂商开会 天天跟我们的业务不同人开会 我为了什么呀 我那么辛苦啊 那他们最后要退货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在我眼前演戏了 很多事情我不问 不代表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 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爸心情不好 几乎不管公司的事情 妈对做生意又不熟悉 现在公司的经营 就只靠我们了 我这次是看在 宜安的面子上 只对你提出口头警告 我希望你可以加紧努力 迎头赶上 不然我很难对 其他主管交代的吗 我知道了 爸 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周一响 你还真当我是你们家的奴才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家的主子 谁才是这家的主子 搞什么 妈 您找我妈 坐 我们看看吧 石上网势如破竹 意气冲高 直必容易够 容易够龙头老大宝座不稳 石上网刺激上位 这些报纸好像被高雁 那个女人收买了一样 一直替她撑场面说好话 她那个网站才成立几天啊 想赢过我们购物网的龙头老大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我就不相信了 有我经营的容易够 会输给他们那个什么 郑宛弱还有甜心 他们一起合作什么什么什么 破时 石上网 就是啊 怎么可能会赢过我们 其实本来 石上网想要赢过我们 当然是不容易 不过现在 不过什么 梁妃 有话你就直说啊 不要吞吞吐吐的好吗 是啊 有什么你就直说 我是觉得 我们公司里面 除了内奸 内奸 对 是谁啊 这个 实话实说 你还怕得罪人呢 就是啊 梁妃 你说实话 有妈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呀 好吧 我本来是觉得 这件事情 不应该是我来说 但是现在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觉得 你们也许应该看看这个 这 这不是尹祥吗 他又找甜心去了 这 我哥和甜心 怎么回事啊 这是 我一查才知道 我们公司最近啊 有好多知名的名店和巢店 全都转到时尚网去了 我一开始觉得纳闷 不知道这谁干的 后来一查才发现 原来介绍他们过去的 全都是 你是说乙祥吗 我哥 他 我哥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啊 我想 可能 哥对甜心 始终是旧情难忘 再加上甜心 又刻意来撩拨 所以我想哥 也许 是一时糊涂 才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但如此 我还听外面的人说 我们容易构是 是跟时尚网之间的抗争 是一场什么 茶壶里的风暴 是女人 跟女人之间的战争 我简直都听不下去了 你爸跟郑婉弱的事 就够丢人的了 现在你哥 还去帮甜心 当什么内奸 干脆 让这个容易够 关门打击 拱手送人算了 妈 您先别着急 我觉得这个事吧 咱们还是应该找哥 问问清楚再说呀 我是要问给清楚的 你哥哪儿 人在哪儿啊 我找他去 妈 我们必须要跟时尚网 做出区别来 我们必须要 另辟一片蓝海 这样我们才可以 把网络市场这块饼 越做越大 妈 妈 妈 什么事啊 我正在开会呢 你都快把公司给卖了 还开什么会啊 嗯 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散会吧 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又跟天心见面了 妈 你派人跟踪我 偷拍我的照片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哥 不是妈 谁做都一样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不这样做 能救出公司的内建吗 什么内建 你问以强啊 身为公司总经理 为什么跟对手公司的人来往 还把我们原来网站 上架的那些网店介绍给他 你真的把我们的网店介绍给田心了 是我介绍给他的没错 可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 因为你对田心余情未了 对不对 哥 你对田心还有感情 这点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公司不分呢 现在他们已经在媒体上 向我们宣战了 我们现在还把我们最好的几个厂商 介绍给他们 你这样不是等于胳膊肘向外拐吗 这跟吃里扒外有什么两样 杨妃 这件事情 要是换做其他人 早就被开除了 你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 你是整个公司的领导者 你现在带头这么做 不就等于变相地 鼓励自己公司的员工 出卖自己的公司吗 再这样下去的话 容易够 不用说去 争什么龙头老大的地位了 我们干脆拱手让给时尚王 跟他们合并算了 你 容易够怎么可以拱手让人呢 那是我娘家处的资金 是你爸一生的心血 一翔 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 伤害自家的企业呢 妈 你冷静听我说好不好 我刚才也在跟同事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根本就不用跟时尚王竞争 我们应该跟他们做出区别来 另批客源 哥 现在网络世界有多发达你知道吗 你要另批客户员哪有那么容易啊 更何况你现在放着好好的良田里不去种 你非要挑快受地重新开始 你知不知道 这对于公司的未来影响有多大啊 好 也许你觉得现在家里有钱 你不着急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对于公司里面那些靠业绩吃饭的同事来说 影响有多大啊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啊 难道我会把公司的业绩 跟员工赖以生存的工作当做儿戏吗 我们用EQ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了 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改革 不应该创新 不应该调整自己的方向吗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在帮我们的公司提升我们的高度跟气度 高度和气度能当饭吃吗 你知不知道 我们失去那些厂商之后 我们的收入会下降多少 我们的业绩要下降多少 你现在是一个总经理 你不许关心公司实际的业绩 你反而却纠结那些什么虚无缥缈的空谈 你这样做 对得起爸的托付我 没错 爸现在不管理公司了 但是还有妈在吧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计划 你为什么不尊重一下妈的意见 为什么不跟她商量 就算你要帮外人 再怎么样也不能帮那个郑宛若啊 你有没有想过 她过去怎样破坏爸妈的感情 你知不知道她是怎么破坏我们这个家庭呢 够了 不要说了 尹香 你现在这种做法 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我要暂停你总经理的职务和权利 妈 妈 我相信尹香就是一时糊涂 您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算了 不用说了 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有错 我身为公司的领导人 眼光本来就比别人看得高 看得远 这样才能够带领员工往正确的方向走了 好 如果妈认为我的方向是错的 那就证明了我们是理念不合 那既然这样 我也没有必须要待下去的理由了 从现在起 我要辞去容易够总经理的职务 尹香 你说什么呢 对啊 哥 有什么话好好说 别跟妈较劲了 不用再说了 你也是我生的 居然说我和你理念不同 你现在还认为你做的是对的事吗 那你就走 跟你爸一样 走得远远的 妈 我现在就去收拾我的行李 哥 尹香 妈 你为什么要跟哥生那么大气呢 你有什么话就好好跟哥说吗 你没看见他吗 不跟我认错还跟我顶撞 我能不生气吗 妈 这件事情都怪我不好 我不应该把甜心 跟尹香见面的事情告诉妈 要不然 你也不会对哥发这么大的火 这不是你的错 你还不是为公司好吗 不过我看 你让哥冷静冷静也好 也许过两天他就回来 跟您道歉了呢 只不过 现在公司这个情况 正在跟时尚网对抗 这个总经理一辞职的话 群如无首啊 您看这 你来散待总经理的位置吧 妈 好 谢谢妈的信任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妈 妈 哥 进来吧 哥 你难道真的要走吗 其实 只要你跟妈低声下气的 说两句好话 就不会有事情了 你何必能 延安 做人有些原则 是不能被人改变的 你也知道妈的个性 一向都很固执 而且她现在对甜心 和宛容阿姨存有偏见 不管我在说什么 她都听不进去的 延安 我知道了 害良妃 妈说让她暂代总经理的职务 什么 妈让良妃暂代总经理的职务 延安 你到底对良妃了解多少 你知道她的家世背景和过去吗 到底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 她是一个孤儿 来自农村 办公办独才读完大学 其他的我也没有问 那你见过她其他什么朋友吗 除了小金以外 没见过 怎么了 哥 怎么突然问起 良妃的事情来了 我总觉得 良妃这个人 不是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单纯的 哥 我知道 刚才良妃那样说你 你很不舒服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 就说她不单纯 延安 我知道我现在不管说什么呢 你都听不进去 但哥只是希望 你能好好地想一想 多去观察一下 良妃的行为举止 因为我担心 她接近你是有目的的 我知道 良妃坐了总经理的位置 你很生气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 就这样说她呀 而且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现在说这个 难道是想让我跟她离婚吗 不是 哥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哥只是希望你去 多去了解她 多去观察她 尤其是 注意她在公司的一些行为 你到底想说什么 延安 哥对不起你 哥不是故意要把你的生活 搞得一团乱子 总之你听哥的话好不好 就去多注意一下良妃 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话 你一定要立刻告诉我好吗 我知道了 好了 你先去忙忙 你到底对良妃了解多少 你知道她的家世背景和过去吗 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见过她其他什么朋友吗 其实我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除了良妃愿意告诉我的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连她的朋友 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我他这么过来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真的了解梁妃吗 我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如果 她跟我说的都是假的 我只是被爱情冲坏了头脑 那怎么办 又或者说 她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 她娶我是另有目的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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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办 保证 爸爸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 而且会有很多的钱 很棒吧 等你出生之后 爸爸一定要让你 过上最好的生活 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你想要什么 爸爸就给你买什么 怎么样 宝宝 爸爸是不是很疼你 喂 老婆 你知道我在干吗吗 我正在跟咱们的宝宝说话呢 真是你老婆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干吗 火气那么大 我现在在公司楼下的门口 你赶紧给我出来 我有话跟你讲 好好 孕妇最大嘛 听你的就是了 我待会儿到 等我一会儿 梁飞 宝宝 有什么事 我哥他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放心吧 我会帮你哥 在你妈那边说好话的 不用担心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宝宝 好了 现在先不说了 我现在还有急事 是 我刚刚跟客户约了 一个小时以后要开会 好啊 放心吧 相信我 你 走了 梁飞 我心里 你 有什么事 我 你 你 是 我 我 什么事 我 真的 必抄照片 良妃怎么会有这个 良妃和方通 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 怎么会 他们到底是没关系 良妃 良妃该不要走愿 老方 我告诉你不要乱叫 听不懂是不是 火星那么大干吗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 走 上射手 他不是说去见客户的吗 为什么也会跟风头在一起 这么去找我干吗 好 好了 这附近现在没什么人 有什么话在这说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 逼一乡离开公司 这还用问吗 我要是不把周一乡 这块绊脚石给挪开 我怎么得到容易够 我怎么得到周家的产业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的 当初我们说好的 你怎么做都行 就是不能伤害一乡 我怎么弄他了 他怎么受到伤害了 他是头破了还是脚搏了 你现在这么逼他走 让尹祥在公司毫无立足之地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伤害 那我应该怎么做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我马上就要得到周家的产业了 他那个总经理的位置还是要让出来 他最后还是要伤心难受 不是吗 你这个傻女人 好 那我现在后悔了 我不想帮你了行吗 你现在已经有了 马河已安的股份 难道还不够吗 你就看在我 看在孩子的粉上放过一乡 不要再对付他了可以吗 不可以 你以为现在这些事情 是你想停下来 就可以停下来的吗 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如果我现在放手 他们周家人 肯定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难道他们能饶得了我吗 还有周一乡 他怎么可能会听你的话 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追究我的责任 还有 现在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还有你现在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这件事 还能隐瞒多久 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是环环相扣的 所有的事情 全都是牵移发而动全身 如果我现在停下来的话 死的就是你跟我 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现在就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别傻了行不行 现在事情对你来说反而好 周一乡他现在越痛苦 你就越是有机可乘 你就越是应该接近他 去安慰他 用你的温柔 用你的体贴去安慰他 你明白吗 而且我们当初不是说好吗 我却把周家的人 推下地狱 而你 再向周一乡 和周家的人伸出援手 这样到时候 你就是周家的救世主 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却把周家的救世主 我却把周家的救世主 我却把周家的人 帮助你 我却把周家的救世主 那你真的会守信用 到时候把周家的财产分出一半 让我还给以降吗 当然了 我还指望着你跟周以降 一起帮我养孩子呢 我要是不给你钱的话 我不是让我自己的孩子受苦吗 那好 你最好守信用 不然的话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你能舍得让我死 我还舍不得你呢 不是有句话叫做 情人还是老的好吗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有过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怀念 咱们过去的那段日子吗 是那么的恩爱甜蜜 少跟我耍流氓 干什么 来嘛 老子就是耍流氓子 放开我 你们在认识吗 这是什么你 颜安 颜安 你听我解释 你别误会我们 我们 衬天 这是什么 你说呀 你说呀 这是我在梁飞办公室里发现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照片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延安 延安 放开我 延安 难道你真的想知道吗 那你要是知道了 你可别后悔 我现在就告诉你 延非你不要乱叫 你知道吗 当初让方彤爱到不顾一切 抛弃周一祥离家出走的那个男人 就是我 你就是方彤的前男友 怎么能算是前男友呢 你应该算是前老公 不会为了你 我已经跟他办离婚了 你看看 我连糟糠之妻都抛弃了 可见我有多爱你 你们 你们 居然联合起来欺骗我 这怎么能算是欺骗呢 我只不过是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说出来 冲其量这也只能算是 避重九卿了 志杰 天性在街上看见你大方彤 就怀疑你们早就认识了 你居然还可以撇得一干二净 这不叫欺骗 叫无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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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别生气了 这件事情就算是我理会 但是我觉得这怎么也应该算是善意的谎言吧 还不是因为太爱你了 怕你伤心 所以我才没有说出来 而且你不觉得 这样对大家都好吗 你真吓了我 你就是一个小人 我那么相信你 你说的话 我都相信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还有你 我爸妈 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就算你当初那么伤害我哥 你再回来 他们还是一样对待你 而我 也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一样 帮你对付天心 你怎么可以 跟两分联合起来 你这么欺骗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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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姨儿 我该打 我对不起你 我是被逼的 你这个骗子 居然敢这么对我 我跟你赔了 那我够了没有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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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妃你干什么 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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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牵手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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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回来 放手啊 放开我 博尔 这都是你自找的 先生 您一天没吃东西了 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吃不下 您不吃东西那哪成啊 没事 我出去走走 您怎么了 不舒服吗 那就别出去了 我去给您倒杯热茶 您先坐一会儿 我去旅行 我去旅行 你快去しゃい 我来 我来 你不是 我来 我来 你不想 我来 看你 我来 你不来 你不喜欢 爸 我回来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带回了什么东西 我 爷 爷 你终于醒了 这是哪儿啊 世家小酒店 你刚刚昏倒了 我们只好把你带到这里来 对了 梁妃她去给你买药了 你去哪里啊 爷 当然是去找我哥 还有我爸妈拆穿你们的谎言 不行 你让你不能去 你不可以 放棄我 好 我早就怀疑你跟梁妃不对劲了 但是我没想到 你们卷是这种关系 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让我跟你的前夫结婚 是为了钱吗 如果是为了钱的话 好 你嫁给我哥 不就有钱了吗 还是说 你从一开始 对我哥就是虚情假意的 你就是想帮梁妃 跟他一起骗我们家的财产 不是 对不对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梁妃她逼我 她拿这些照片 逼我这样做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这样的遗憾 我真的不想这样 你不想 可你还是做了呀 你不止害了我一个人 还骗了我们全家 我们把你当成亲人一样看待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你怎么可以安将仇报呢 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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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不过我保证 我不会让梁妃 把你们所有的财产都骗光的 放开我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 我现在就要去报警 说你们联合骗婚 一安 你不能去 一安 我求求你不能 你不能报警一安 我求求你 我不想做了一安 姐姐 既然你们如果不想坐牢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不想想后果呢 你和梁妃毁了我的一辈子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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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把我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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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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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一声信不信我 撕了你的嘴 梁妃 梁妃 你怎么样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梁妃 梁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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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摔个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让你照顾好孩子 你知不知道这个孩子 他可是 他可是你跟周一祥的骨肉 是你们周家的骨肉 这孩子有什么问题 你赔得起吗你 你们 别想再骗我了 既然 你们已经想好了 要谋夺我们家的财产 所以这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我哥的 不是 以安不是这样的 你们只是想有孩子 来骗我哥去方桐 以安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发誓 这孩子 真是以降的 我跟梁妃 早就是过去的事了 我现在只爱以降 我真的没有骗你 相信我 以安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我一定要去告你们 那些照片呢 那些不要脸的照片呢 那些不要脸的照片呢 在哪儿 照片 那些照片早就被我烧掉了 我怎么可能 会留给你作为证据去告我们呢 以安 你要相信我 我跟方桐之间 我们都已经是过去事了 我跟她完全是清白的 而且你有没有听说过 即使我们分手了 还是可以做朋友的 我现在不单单把她当做朋友 她还是我的大嫂 我怎么可能跟我的大嫂有什么呢 以安 相信我的话 只要你能够把之前我们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忘掉 我保证 一切都会没事的 我们之间 还是可以做 一对恩爱夫妻的 你别怕我 我刚才这么说 全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如果你希望你们全家人都平安的话 最好相信我所说的话 要不 我就会一把我 把你们全家都烧掉 看你敢不敢用你们全家人的命 换我一个人的命 你就是个畜生 我就是个畜生 所以你最好别跟我斗 要不然 下场惨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还有你全家 你最好乖乖听话 这样我一定会尽好作为周家女婿该尽的责任 要不然的话 我保证 你会家破人亡的 滚开 滚开 你会不得好死的 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 滚开 你敢救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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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了 刘飞 你够了 不要再叫义安 滚开 我求你给义安的伤擦一擦药吧 再不回去 他妈该着急了 太太 以安和方桐没回来啊 还没呢 奇怪 方桐以安良妃整个一下午都不见人影 连电话都不及 太太 先生在客厅里 你终于出现了 成天躲在书房不吃不喝的 我还以为你要当神仙呢 我会放换衣服去了 站住 你凭什么让一厢辞职 你什么意思 我还没说你呢 你自己扔下公司不管不顾 让我一个人主持大局 孤军奋战 还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公司的经营权 是你开口向我要过去的 我把我所有的股份 一分不留全给了你 既然如此 你就应该把公司管好 而不是听别人挑拨两句 就把自己的儿子给赶出公司 你去哪里 你来找个公司 会让你做的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